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省的长官轮流地开 开以后有一个会议形式 但是到了中堂以后 尤其到中堂 从唐太宗以后 慢慢出现一些偶尔的情况 到了中堂以后 慢慢地发生重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一个是三省长官 这样的为核心的宰相制度 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破坏 破坏在哪里呢 开始也都是偶然的 偶然的事件 这里面呢 还是存在了一个 有些是所谓议事的需要 办事的需要 比如说三省正式堂会议 三省长官的 因为今天的话 大概类似于国务院的 国务委员 国务院办公会议 那么这个国务委员办公会议 这三省长官开会 有的事情 设计的事情 是很专业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开会研究一下某个工程的事情 我们要修黄河 要治理运河 像这样的事情的话 它设计的相关的部门 所以开会的时候呢 要相关部门的长官来报告一下 对不对 这会经常有的 对不对 涉及到哪个地方 哪个省里 那你这个郡里面的人 要来个人来出席 你汇报汇报 来参谋他 因为你是管这方面的 比较内行了 了解情况了 他会 这个这个 在开始是一种工作需要 三省长官在会议 研究某些事情的时候 会找相关的人员参加 对吧 当然 这个相关人员参加 不能随便参加的 那要怎么样 要打个报告 要皇帝批准 对不对 要皇帝下诏 某某人 吓我 今天明天要议个什么事情 特许你本来不够格的 你是 你本来你可能是个公部上述 对吧 你公部上述 你一个部长 怎么去参加国务委员会议呢 但是呢 皇帝特许了 明天议这个事情 跟你们这个部有关 你也参加一下 这是偶尔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久而久之 三省长官 他们都是为尊权贵 百官之长 他皇帝对他不放心 害怕这三省长官联合起来蒙骗皇帝 他们在那里开会 我不参加 我不放心 但我参加又不合适 怎么办呢 找一个人 找一个由头 他相信的人 夹带一个什么头衔 列席会议 叫什么列席会议呢 参知正事 比如说某某人本来不合格 加一个某某人去参加下午的政治 这个宰相办公会 叫加一个参知正事的头衔 还有呢 加一个什么呢 同中书门下平当事 同中书门下三平 对不对 你的地位很低 加上同中书同门下 就表示你有资格可以特许列席 本来你可能是一个次郎 本来你甚至可能是一个官品很低的人 但是受到了皇帝格外信任 加上这一头衔 临时特许参加会议 但是后来发展起来 皇帝呢 发现这个东西很管用 这个制度一旦用起来 一旦开这个例 皇帝觉得控制这个政治堂会议 控制宰相 这个手段非常管用 于是就有事门事的搞这个人往里参加 所以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就是 也是扩招 政治局常委扩招 办公会也扩招 那么最后就扩招了嘛 就这样的 他发现很重要 就是这样的话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宣兵夺主 因为被皇帝特许的人非常的荣耀 我是皇帝特别允许参加的 表明他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重视 最后忽然有一天 这就是有时候量变中的致病 我们在历史上真的看到 忽然有一天 有位上书仆叶 当他去开会的时候 他呢感觉到不自在了 这人都是带着皇帝头衔的 就我没有 说我开我也要求 他本来是当然的成员 但是他反过来上奏要求皇帝 你也给我刺个头衔嘛 这一次就本末到值 他本来是正义品 他可能也给搞个 所以很荒唐了 搞个什么 同中书门下三品 他才敢去开会 这样的话呢 于是这个例子慢慢一开之后 所有的进入三省 这个正式堂开会的人 逐渐的都加头衔 所以加来加去 这就是蝶床架屋 所以头衔就很多 所以我们挖一个 一看那个古代的墓碑 挖一个墓志明 挖一个墓碑 一看上面这么多名字 这么多官 到底哪个是真的 就出现这样的辩识上的困难了 这样就一个重大的后果 就是导致了三省长官 原来是当然的 叫真宰相 现在呢 光带 如果是光屁股的 这三省长官头衔 这恰恰不是真宰相 是假了 你这个呢 所谓领待遇 你这是领工资的标志 你是中书侍郎 门下侍郎 你只能证明你工资最高 但是呢 我们看不出来 你是是不是宰相 要看你后面带的那些夹鞋 临时的本来是夹鞋 但是这些夹鞋在表明你真正的有身 第二个呢 就是原来没有固定的地点的这种办公会议 正式堂这个议政的这个办公会议 后来逐渐的固定 脱离开在三省长官之外 既然你看已经不再是当然的三省长官了 我们干嘛还在轮流在这里开会呢 因为这参加会议的这些宰相们实际上有的跟本省就无关了 那怎么办呢 慢慢的慢慢的在唐宣宗时期逐渐的正式堂这个会议 有了固定的衙门和地点 而且有了自己固定的印信 它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宰相机构 独立 它有印信 它有底下的办事人员 有独立的办公的地点 有衙门 单独 第三个就是三省的权力 所以这个连代的唐代的制度非常怪了 从这个一打开以后 所有的都脱节了和原来的 那么三省的具体的职能 后来这种原来相对固定的 相对专门化的职能 在中唐以后也慢慢的混乱起来了 混乱 为什么呢 它的职权也逐渐的被分割 因为首先从大的方面 从最高方面 宰相的职权已经被分割 好 那么这个 它底下的各个部门的权力也在变化 比如门下省 中书省 那么这个时候到中唐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有的是像武则天 他就是要打破这个 这套机构 才能够达到他巩固个人权力 他说我不走你这个程序 我给你破坏掉 你要你现在管了 我就不让你管 我就另外找人管 就把你废掉 把你晾一边 废为冷牙门 是吧 那么到武则到 甚至发展到 那么像唐宣忠自己 他不问政事 他晚年呢 这个唐宣忠呢 所以有人也为他打抱不平 从此君王不找朝 是吧 为什么不找朝呢 前面部分他呢 太辛苦了 当皇帝 后来这个 到了这个国家 盛唐这个时候 国家势力也蛮好 所以晚年呢 有点卸劲了 是吧 先享乐一下 是吧 恶补一下 所以呢这个 到了后期以后呢 那么任用一些 在一些太监呢 一些亲信呢 所以这些太监 这些亲信呢 他哪管你这套程序呢 那么这个全臣 就在家里就办公了 还搞这些程序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中书出令 门下审核 三省执行这套 就乱套了 这是从何欣 从皇帝这方面说 那么从底下呢 由于中唐以后 战争动荡 是吧 翻阵格局 整天东征西逃 这个按部就班的这种 三省制度运作太笨重 行政这个 这样一个执行能力太差 这个效率太低 运转这个成本太高 有时候 有时候所以就打乱仗了 就打乱仗 所以呢 往往这个临时性的差遣很多 你是 你本来是公不上手 现在 那个地方打仗了 现在人手不够 你给我去押运粮草吧 哦 就给你加一个什么粮草 转运使 啊 你就去押运粮草去了 你本来是礼部上手 你现在礼部上手也没事 你你给我到哪个地方去 只会打仗嘛 就去打仗去吧 所以呢 就 加一些头衔 最后就变成什么 所有这个唐朝 初唐时期 这一套行政体系 它全部变成了贤朝 全部 退为一种 一种纯粹的是 所谓待遇性的 啊 所以呢 官和职分离 啊 全部变成了官 我们说你是当的什么官 指的是你领了奉路 你的职势是另外加钱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呃 一种临时性的拆遣制度 才是表明你的实际权利 啊 所以我们看历史 它什么官 它是什么上书 你只能知道啊 根据这个它领工资是多少 但是 它实际管的事情 你要看它后面带的 啊 头衔 拆遣 啊 所以 官和职 严重的脱节 啊 严重脱节 全部的官员的实际的管理的职务 要看它的具体的 拆遣啊 所以 三省这个机构呢 就被破坏掉了 啊 那么这个 呃 应该说具体的原因 就是 那么这个 一个 我知道到唐代的时候 这种社会经济啊 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唐代 你像唐朝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那种和平时期了 一个一个基本上是个战乱时期 国家在非常时期 它这套 这套庞大的机构运转起来 非常麻烦 啊 所以它必然要 呃 由于它的这个政治经济情况变了 你的管理实能内容 管理的对象就要变化 所以这套机构没有办法 但是呢 又不像我们今天 它要同盘的考虑 它都是在这个渐变 都是根据事情 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 根据事情不断的调整的 这样慢慢的渐变渐变 最后演变成两套机构并行 一个虚的一个实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军权 我刚才讲了 君主的权力 正如我们在著名的 大家可能看过的 这个美国人写的孔飞队的教魂 啊 这个这本书里面所写 啊 它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是在专制制度下面 啊 尤其是在一个缺乏权力制约的 专制制度下面 那么 君主 它对于 官员的 对官僚机构的这个 常规化的权力 它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啊 一旦 官僚机构 一旦官员的权力 常规化 成绩化 那么呢 对于军权来说 就是一种致命的限制 是吧 什么都按部就班 一切都照张办事 按照法律办事 那皇帝 他的意志如何体现 所以 人制 专制 它和这种法制的 程序的东西和常规化的权力 它是有一种 有一种 不可挽回的 不可调和的 一种深刻的矛盾在里面 啊 在汉人朝 透过唐朝都能看到 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 也能看到 皇帝 他呢 对于常规化的权力 他是恐惧的 所以他总要千方百计的去 那么用自己的意志去干预他 去驾驭他 这个干预驾驭的结果 会导致原来的体制变化 啊 会 会出现变化 那么这个 像武则天我 我曾经讲过 那么他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性 君主 女王 女皇 那么呢 这个他顶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他要把这个 李唐王朝的这些皇家子弟 全部给杀掉 把那些清贵全部赶出来 清洗掉 所以呢 这个他就是要有意的 要打破这套体制 所以要把那么下层的 这个体制外的边缘的人吸纳进来 来 争取他的支持 是吧 所以 这个军权 他的扩张 他不能容忍 尤其是宰相为代表的 这个 常规化的权力 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一种 这个借用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 他的自主性 官僚机构的官僚制度的自主性 他是不能容忍的 不能容忍 另外 在这个伴随了军权 就是我刚才讲的宦官的专权 到了中唐以后 宦官专权 那么这一套机构就更是没有办法存在了 那么宦官就在家里办公就完了 对不对 这个根本就不存在 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汉朝的整个的体制 这个到唐朝的演变 唐朝呢 这个在他的前期 这个是三省为这个行政中枢 那么下面是六部啊 各省各这个郡县的 所以到了中唐以后逐渐的 有单独的一个宰相机构 然后下面六部 当然这六部也不完全的这个分工啊 也有很多是废位贤朝 所以他的职能 因为后期啊 主要是战争和这个筹集军粮 这一方面呢 使他的这个 原来这套机构呢被压垮 这个很多职能都萎缩辩了 所以到唐朝啊 这个后期这样的变化 那么这个唐朝在正常情况下面 那么他也是比如说他的开会啊 朝会啊 那么也是大概呢 一般来说呢 这个分成一种大型的集会 一种仪式性的典礼性的集会 朝会啊 每年的元旦啊 重要的节日啊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说的长朝啊 每天每天举行的上朝 在我们看到唐代的诗人 很多唐诗里面会经常有这样的反应 是吧 每天早晨上朝的情况 是吧 五品以上在京的官员 会去每天去见皇帝 在正常情况下面 是吧 另外呢 这种长朝因为人太多 实际上没法决策了 是吧 这个所以这个讨论问题呢 还是要小心的 所以一般的话 在正常情况下面 中唐以前文武百官上朝以后 这些仪仗啊撤退之后 那么会有一个更加简易的 那么朝会的形式 啊 叫做啊 这就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 啊 在退朝之后 一种的这个 皇帝召集的这种决策会议啊 那么唐代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仗下会议啊 就是说这个仪仗撤退了之后 一个会议啊 另外呢 这个嗯 又比如说 还有一些呢 这个这个会议呢 由于在 经常在哪个宫殿里面去办公啊 所以有这个殿的名字 命名开什么会 皇帝有时候特别着急的啊 这样啊 但是这些东西 都是在正常时候 在中唐之前大概 他中唐以后慢慢的都不受此限了 啊 这个 这是 唐朝 那么宋朝啊 这个 他呢 这个 整个的呢 延续了 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唐代的制度 他呢 也分成两个阶段 在这个宋神中 元丰年前 啊 呃 年前啊 是辩法之前 那么这个 这个他基本上是继承的唐朝的 应该说是一个乱政 中唐以后的乱政啊 呃 所以我们研究唐众的制度 一定不能看他的字面啊 说是他是什么官什么官 那都错了啊 啊 因为比如说中书省啊 你是中书什么什么官 那根本就是个官衔啊 啊 实际上你实际办公的地方 不见得要看后面的啊 所以呢 这个 整个的这套临时性的差遣的制度 他和他的啊 和正式的官品 原来的这个制度 是配合在一起的啊 呃 所以两套机构 一套石 一套虚 一套是管凤禄待遇 一套管实际差遣 实际的植物 所以到宋代前期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